好地震灾害中心可以看到许多人充满爱心 出钱出力捐物资 为在新城乡的慕名私房料理体恤清洁队员灾后的辛劳 特制了150盒精致料理便当送到花莲市清洁队 希望队员们在忙碌的时候也能吃饱 才能继续展开亲近家园的任务 大地震过后 清洁队员忙着协助清运地震造成的加户废弃物 垃圾量明显暴增 平常就很忙碌的清洁队 在地震过后工作量更是加倍 那我们花莲市清洁队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协助我们灾棉 来清运家里的大宗的废弃物 还有就是有一些砖墙倒下来的 或者磁砖剥落的 这些砖瓦石块 然后我们也会协助来做清运 包含我们的资源回收物的量 也比平时增加的大概有一倍的量 所以我们清洁队员真的是这段时间是非常的辛苦 为在新城乡的慕名私房料理 店里的员工也是受灾户 老板胡志强感同身受 决定尽一份心力来回馈社会 这几天我相信清洁队的这些伙伴们 英雄们都很辛苦这样子享受尽一份心力 对啊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我是这么觉得 对啊 听说我们店里也有同仁也是受灾户 对也是受灾户 我觉得他们 他们也是很紧张这样子 当下这样子 衣服都没穿就跑出来这样子 我听到我觉得 哇怎么办啊 这些孩子们这样子 对啊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对对对 就像说照顾我对你的员工 伙伴们 跟照顾我们在地的一些 英雄们 意思是一样的 我的心是这样子 150盒热腾腾的美味便当 还有手工甜点 送到了花莲市清洁队部 队员们都非常欢喜 除了感谢来自企业的关心 也表示会继续努力 协助民众恢复家园环境 介续会欢视报道